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老爷坚持住了 而且为此脱了警服 对 没有不透风的墙 老爷在桃里跟他调查 引来了很多人的重视 这些人通过公安厅 对老爷施加压力 当时老爷觉得 再穿着警服 是没法调查下去了 他就脱了警服 这一点我没想到 我来公安厅报道的第一天 正碰上老爷闹着脱警服 当时我很惊讶 因为这么多年来 老爷 一直都是全省公安干警的榜样 其实老爷遇到的最大困难 是在两个月以前 当时他已经是 盛唐公司的副总 有一天他到医院来看老书记 我离开了房间 我是想让他和老书记 单独地待一会儿 后来 他说要跟我谈谈 我就把他带到了这儿 也在这儿 嗯 那天 他提到了你 说你是个可以信赖的同志 说公安厅要派你去西南 参加部里的会战 他还提到了 他在盛唐集团的处境 提到了饶上都 有可能就是朱雷安的幕后操纵者 但是他苦于 没有拿到切实的证据 说句心里话 这件事真是不太容易 老爷 我想不明白 你既然决定改变侦查方向 为什么不从桃李根撤回来呢 你这样我可以出面为你作证 我还可以直接去找省委的方式 就向他说明情况 你还可以重新回到公安厅工作吗 半路撤退不是我的性格 我必须继续查下去 查他个水落石出 拿到证据 可是你现在已经在饶上都面前暴露身份了 你再继续待下去 你的人身安全是很危险的 从我来逃李根那一天起啊 他饶上都就知道我的来意 如果这个时候突然跑掉 更会刺激他的神经 引起他的警觉 万一把那些证据 赃物 全给转移了 全给毁掉了 怎么办 这个案子 真是更难查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继续赖在桃李根 赖在省唐集团 稳住他 稳住他吗 我不明白 你拿什么办法稳住他吗 你也没什么好办法 只剩下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了 堕落 堕落 什么意思 堕落 我得让他们觉得 老东林认输了 泄气了 玩世不恭了 玩世大吉了 你是说 然后你再 然后我再继续做我该做的事 老书记要是知道你现在能这样 他一定会很高兴 这不是个小事 说大一点 这是关系到国家利益 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大事情 所以啊 我会不顾一切的 去做这件值得做的大事 真正的做一把呀 不妥协 不低头的 爷 老爷 老爷 谢谢你跟我讲了这么多 我今天讲的所有的事 当你需要的时候 我都可以为你作证 谢谢 我应该感谢你 替老书记 替老爷 替老书记 你没什么 你天亮才回来 我怕你醒了也饿 回来给你做点吃的 喂 赵总呐 喂 我现在可去不了 我在去桃里根的路上呢 你少给我废话 我刚给警销门卫打过电话 人家说我的车就停在你们家楼下 来 赶紧给我过来 要不然你会后悔的 你怎么能骗领导呢 领导也在监视我 沙长水 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了 你这两天的状态完全不对 不是我不对 是 反正有人不对 你到底怎么回事吗 干嘛 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啊 我饿了 你是对我们这些人不信任是不是 那你是说 怀疑我们专案组解散 那照你的意思啊 我和你们赵总队长啊 心里都没有装着牢烟 你既然连我都不相信了 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密码的内部 按照你自己的思路继续走下去 ỉ等你去吧 空轮胀 但是那些人有时性 Greens 一定要愿意 睡醒了吗 睡醒了吗 等一会也领審 去把手撞发的 寻思再觉zeni 咖啡啊 谢谢 再给你个咖啡豆提提神 咖啡豆 胖咖啡豆 你还记得了马三吗 现在已经转到省看守所了 他突然提出一个请求 想见见老爷 他还不知道老爷已经出事了 他不知道 我想来想去 觉得这时候你去最合适 在这之前你不是跟他打过交道吗 看看能不能从他身上 挖出什么线索 しょう 您好 马小为 我想见的是老爷 有什么话能跟我说吗 我转告老爷 我就是想见老爷 什么理由呢 那天 他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最近老是在想 我想当面谢谢他 还有呢 还有好多事 只能当着老爷的面讲 跟你说你也不懂 阿三 我知道你是诚心悔过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把你想说的事告诉我 那就是在谢老爷 因为老爷 他 老爷怎么了 他被人害死了 老郑啊 回去以后 安排几位副总一起开个会 我想处理掉一些项目 好的 包括太大背不动啊 最近几个月的一些变故 让我感触很深 二年前咱们白手起家的时候 又怎么了 现在是这也舍不得 那也放不下的 结果是拆了东墙补七墙 堵上了旧窟窿 又出了新窟窿 闹出这么多事情了 我累了 最近银行 又来找过什么麻烦吗 暂时还没有 他们就是这样 死了一个柱蕾 消停三个月 死了一个老爷 又消停两个月 可两个月以后呢 我觉得 你不要太把银行的事 放在心上了 只要是他老人家还在 谁敢把生堂怎么样呢 他老人家也有靠不住的时候 他现在啊 跟以前和他不一样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我本来想亲口告诉老爷 让他小心点 那依你看 他们早就想对老爷下手 那我倒不敢说 反正那个时候 我就是整天想着 怎么能够亲手把老爷给弄死 但现在静下来 我想想 我觉得他们有时候 比我更奇怪 我有时候觉得 他们甚至是在利用我 特别是那个姓张的 张一青 你跟他是怎么回事 不不不 张一青跟他们肯定不是一伙的 他还老劝我 说让我别对老爷下手 我们俩是同学 从初中到高中都在一个班 你知道饶尚都和张一青的关系吗 我听饶尚都说他们是朋友 什么朋友 那不知道 谢谢你把子 我是不是说得太晚了 那个 小大哥你女儿还好吧 他还老问你呢 问那个庞叔叔怎么样了 我能求你个事吗 你说 要是你再有机会 到老爷的坟上 你能不能替我聚三个工 麻烦你转告他一下 就说我 我一定好好改造 重新做人 老张啊 最近你帮了我不少的忙 回去之后安排安排 我给你放个长假 好好休息休息 我也是这么想的 好在啊 那些弟兄们走的时候都比较安全 要不然啊 我还真不敢跟你一块回套里根了 是 我也想走得远一点 等事情过去以后 我再回来帮你吧 好 三十六拜都拜了 现在的一切 都要以安全为第一 我们要好好想一想 还有什么地方 可能会有漏洞 老张啊 我决定 以后不管再怎么样 我们都不要再做危险的事了 我们都不年轻了 升堂今天的产业 几辈子都用不完 何苦呢 是 喂 淡淡 我一直盼着你来电话 我觉得我现在只能相信你了 要不你过来一下 好 那你等我 我二十分钟到 好 我之所以怀疑顾立员和饶上都 是因为我曾经亲眼目睹过他们之间的矛盾 你亲眼目睹 首先我得跟你解释一下 陶里根市政府曾经分给助磊过一套房子 助磊说他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太浪费了 就让给了一个富士级待遇退休下来的老干部 他自己就一直借助在市政府的宾馆里 那是去年八月份的事儿 我请了病假回陶里根 其实也没什么病 主要是想多点时间跟助磊待在一起 那时候我们刚刚确定关系没多久 爸爸反对 老在我耳朵边上摸到 摸到的我都烦了 不想在家待了 就一个人跑去找助磊 助磊曾经给过我他的房间钥匙 我开了门 一个人看了会儿电视 也没什么好的电视节目 我就睡着了 后来 我被一阵争吵声吵醒了 我真不敢相信那是助磊的声音 我早就提醒过你 少姑 老少姑 我早就提醒过你 对他要有所警惕 有所警惕 李人的原色 金钱的原色 在他那儿呢 在他那儿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对不对 我早就跟你说过吧 不能揍弄他的弄虚作假 可是您呢 您不听啊 一直揍弄他对不对 现在怎么样 这麻烦找上门来了吧 助磊的脾气一直都很好 在学校的时候 同学们非常喜欢他 主要是因为他从来不骂人 当了副市长以后 他的群众威信很高 这也跟他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 遇事与人好商量有关 对于下面的人 他最厉害也就是一句 你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那天 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 那个大声嚷嚷的人是助磊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 助磊发脾气的对象 竟然是顾理员 当时陶里根的市委书记 现在的副省长 你还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我可是心平气和地 来找你谈事情的 就您说的这种事情 我能心平气和吗 我不知道 您还记不记得帕斯卡尔 说过那那句话 人的灵魂有两个入口 一个是理智 一个是意志 你是说我缺乏理智是不是 我的灵魂残权不全 对不对 我 我可没这么说呀 我 我希望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非常希望我是误解你的意思 但是事实告诉我 我们之间的隔阂不是误会 你 助磊 你不仅在疏远我们 而且是在为难我们 这一点不管我感觉到了 连老饶都有感觉 我疏远您 为难您 可 可能吗 可能吗 如果 如果没有饶上珠的所作所为 您所为的隔阂怎么会产生啊 我真是难以值钱 您怎么会相信 饶上都这种人说的话 我已经跟你说了无数次了 现在 我再跟您说一次 跟饶上都这种人交往 一定要保持警惕 不然 您会越陷越深的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教育我是吧 我不怕 我只是想让您哪 听得尽我说的话 我并不否认啊 饶上都 在我们折腾 陶里根的那些年 的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 陶里根改革开放初期 别说党的行政部门 就是各行各业的从业者 也没有几个敢越雷池一步的 如果那个时候 没有人带头 冲破那些年形成的清规戒律 陶里根的边境贸易 也就根本发展不起来 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 带领这个偏僻的小城走向富裕 所以我清楚 我心里太清楚了 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就像您当年被老书记看中 永挑重担一样 你们这些人的名字呀 将在陶里根的青史上 永存名册的 老大 我对民营企业家 并没有成见 我在您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 这一点您应该是最清楚的 我这个副市长呢 主管经济工作 这两年的工作表现足以证明 我是充分肯定民营企业发展的 并且在这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 并不等于 我们可以放松 对他们的教育和帮助 尤其是他们中间的个别人 依靠与我们的关系 搞一些不正当的行为 如果我们纵容他们的行为 就是纵容了他们的违法乱纪 您现在 还要让我帮助他们掩盖错误 这成了什么了这个 老大 您看看这些年发生的经济大案要案 几乎每一个案件 都有那些极个别的少数的 本质不好的大款的身影 我们多少优秀的干部 都是在他们的金钱诱惑下 掉下了马 被送上了刑场 触目惊心哪 行了行了 您又来了又来了 不是我又来了 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需要你给我上什么革命期间课 老大 我不是的老大 我当时吓坏了 助磊对顾立元一直是恭敬有加 处处维护着顾立元的权威 顾立元对助磊也一直很客气 助磊曾经开玩笑地跟我说 顾立元是统帅 他就是谋师 他一生最愿意做的 就是谋师 是 在桃里根 他们俩的配合可以说是有口戒备 人人羡慕 像他们那种关系 如果不是碰到了什么重大事件 是绝不可能撕破脸皮的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有意惹你生气的呀 可是你最近的一些表现 就是让我感觉你是在故意地惹我生气 我 这么多年了 许多难关我们都一起度过来 可是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 这 这您让我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 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助理的今天 可是饶长多点 你看看他 老饶那个人是有毛病 但是他是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过来的自己人 这一切我都清楚 你可是 都清楚 你 我问你 饶长多最近碰到的那些麻烦 你到底管不管 若碰到什么麻烦了我不知道 你少装糊涂吧 他不是来找过你吗 你连一点脸都不给人家 五个亿的贷款 那是我做的担保 现在银行都逼上门来了 老饶他也是实在没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呀 根据中央的精神 中央金融工委 正在调整金融行业的航风 银行呢 也加强了监管力度 如期按旗向企业收回贷款和利息 这 这不是应该的吗 你少给我打关签 你是管经济的 你想办法 搞点钱 先帮老饶渡过这个难关 这件事情啊 我办不到 您说说 我能从什么地方调出钱来给一个私企老板呢 不是你 你从银行想想办法吗 那些行长都把你当成了神仙 你要去找他们 好好的求求情 让他们先放老饶一马 你却肯定会管用的 我跟你说吧 中央三令五身 不许领导干部插手银行的业务 这 这我没法去 你到底是管还是不管 你让我考虑考虑吧 帮助老饶缓解困境 也就等于帮助我缓解了困境 我跟你说 我还有几张字条 老饶在银行的手里捏着呢 你总不希望 因为这笔贷款的事情 把我也送进鬼门关吧 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怎么给你明确答复 这件事该怎么办 能办到什么份上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根本就不想管是不是 您担保帮他从银行贷款的时候 我就提醒过您不应该 您把江边那块地 批给他开发的时候 我也坚决反对过 现在 您忘了呀 让我来补牢 哪有这种道理呀 好 好 好 就算我今天 没有来求过你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我这辈子 都不会再来求你 您等等 有件事 我想提醒您 我听到了一些传言 说您不明不白 拿到他两套房子 是北京和上海的别墅 那你就到记本去告我吧 我在卧室里待了很长时间 都没敢出去 顾立员走后 一切都安静极了 安静得让人害怕 我多希望朱雷也能离开房间 这样我就可以走了 我不希望他知道 我听到了他们吵架 尽管我不是有心要偷听的 也不知道是过了多长时间 我只记得 天黑了 别开疼 你一直都在 对不起 我中午来的 我没想到 没关系的 你想吃点什么 我回家给你坐 不用了 曹楠 我想 我正要走呢 你一个人安静会儿吧 那天以后 我从来没敢问过朱雷这件事 因为我知道 在他心里他和顾立员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他一定不希望我提及这件事 这事你跟老爷讲过吗 讲过 不过 朱雷出事以后 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顾立员 我觉得 他是领导 又是朱雷的好朋友 他一定不能害朱雷 可是朱雷在看守所里写的那份材料 老叔一直不让我看 他当我是小孩 可是从他的直言片语里 我能猜到 朱雷写的人一定就是顾立员和绕上都 猜 我猜测不行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你看 什么 我还不算太笨 模仿朱雷的笔迹已经有点像了 我还得继续练下去 你要干吗 我要告诉顾立员和绕上都 不如朱雷写的材料在我这儿 这样他们就会乱了阵脚 或者是派人来害我 或者是逃跑 总之他们一乱你就可以找到证据了 可你说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的假设 你看到的只是朱雷和顾立员吵架 你没看到的还很多 你怎么确认就是顾立员要害他呢 如果不是顾立员 这些人 朱雷一定就说了 老叔说过 朱雷宁愿死都不愿说出这人是谁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顾立员 你听我说 你今天提供的这些情况对我很有帮助 我想有一天 如果面对顾立员的时候 我会用得上 怎么了你 这句话老叔也说过 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你今天提供的这些情况 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件事 怎么想通的 因为你昨天临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 你相信我们警察吗 最起码我相信老叔和你 可我和老爷都是最普通的人民警察 你等我的消息 什么事都不要做 这饮料我带走了 留在路上喝 你要去哪儿啊 我怕老爷 我怕老爷 ี거든 少主理 你不是回省城了吗 又回来了 我都快上淘里根人了 这给你打的 来 走 我把司机和服务员认定的画像啊 发到了公安部内部协裁网站上 你看 刘毅 在河南犯的事 犯的什么事 入室抢劫商人 有犯的前科吗 何止是前科呀 从八零年到现在被劳教过两次 三年五年有期徒刑各一次 最有意思的是 你再看看这个 盛唐集团的老张 盗窃铁路物资犯罪逃禍 当时老张还很年轻 这上的还有刘毅的名字 饶上都 怎么还有他呢 饶上都年轻的时候也有前科 犯事的时候他年龄还小 属于情节最轻的从犯 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 那在小饭馆里把司机灌醉的人 就很可能是这个刘毅 那咱马上请示听你 网上追查不惜一切代价 得找到刘毅 快三十年了 咱们这些老朋友 死的死 惨的惨 没剩下及格了 来 咱们在这里敬他们一杯 来 来 刘毅是我亲手送走的 说实话那几天里 我的手一直在哆嗦 迫不得已啊 刘毅这个人咱们都了解 一旦出了事 他一定是第一个把咱们给兜出来的 老总 你呢 以后就叫我上都 过去这么多年了 朋友是越来越少 还在一起的就剩下咱们俩了 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叫我饶总 叫我上都 我呢 就叫你张大哥 可是 那也在没人的时候 可不是吗 你看我这个老板当的 没办法 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时候 我还得装得像个老板 不容易啊 您在这修成真果了 我打心眼里替你高兴 这不都是靠大家帮忙吗 创业容易手艺难啊 我当初就不该把盛堂的摊子 铺得这么大 咱们毕竟没有那么多的文化 生意做大了 吃力啊 这点饭你吧 不是 不用了 就不用了 吃点饭去吧 我还不会等会儿吧 整理工 我觉得这刘毅百分之百 是投门饶上渡和老张来的 这老张我比较熟 需不需要明天把它叫过来 套到他的头 不用 你把他请到这儿来 他马上就知道是出事了 这种人反侦察能力很强 你还记得有一天 你师父突然给你发短信 说让你马上赶到他的房间 我当然记得 有人在我师父的房间被我堵住 后来跳冲而逃 我问我师父怎么办 我师父不让我追查 被你堵住的那个人就是老张 你怎么知道 干脆 明天我直接去找这个老张 明天我直接去找这个老张 我有太多的忙需要你帮 安静说只要我能做到的 老东林同志去了 那当然是因为这起车祸 可这起车祸还有太多的疑点 没有被搞清楚 比如他为什么在那一时间出现在那条马路上啊 他是在为公司工作啊 还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啊 他当时的心情如何啊 他在圣堂工作的是不是顺心啊 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了解这起车祸的真实情况 所以我希望您尽可能详细的介绍 劳东林同志在圣堂期间的所有情况 工作以内的呀 工作以外的尤其重要 比如他的持住型啊 在公司里和哪些同事关系比较好啊 和哪些同事关系不太和睦啊 总之所有所有的情况越下去越好 琴佩琴佩啊 您的工作太多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我 我一定好好地配合 昨天晚上咱们刚商量好 过了这周就让你出国去度假 没想到这个绍尝水来得这么快 我是走不成了 看这小子的意思 不是要待个一天两天的样啊 你先应不他两天 我想办法在上面给他搞点压力 让他早点滚蛋 对付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好歹我也比他多吃了十几年的盐嘛 你可不能轻敌啊 这个烧尝水跟老爷不是一个路数 但也不好对付 放心吧 罗总 我会有分寸的 嗯 烧鲁李实在对不起啊 让你久等了 每天的事情太多了 这不 沈不工商局的客人来了 刚刚大复走吧 来来来 拿水 咱们刚才说的哪儿了 刚说的老爷出事的当天 陈副总的女儿结婚 公司去了一大堆人 老爷当天喝 喝了八两酒 那是白酒 还有啤酒呢 我想想啊 那天 那天老爷后来又喝的是啤酒还是红酒啊 啤酒 你这一啤酒啊 我这酒瘾也犯了 以前在基层当副局长 天天有酒 到了公安厅才知道 楼门子挺高啊 却是个清水衙呢 对 这 这几天我真是喂缺酒 吃了 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 那哪好意思啊 您 您是省廷来的领导 到了我们盛堂 那里应该是我是做中 我应该进地步之一吧 说好了 我请 今天晚上我请你 你请我 也好 好 我请你 因为梦久 因为心动 你 心静在途中 因为岸山 因为情终 多少年不变 无悔的初衷 总是能想起那笑容 像花在风中 你的那句话 泡然在我心中 多少次回头看了天空 一起追赶那微风 我开雾重重 看那彩虹笑的感动 因为梦秋 因为心动 你心静在土著 因为爱神 因为情愁 多少年不必无悔的初衷 总是能想起那笑容 像花在风中 你的那句话 我开雾虹笑的感动 我开雾重重 看那彩虹笑的感动 我开雾虹笑的感动 我开雾虹笑的感动 你会开雾虹笑的感动